今天G點我們一齊來GG 過了英國就以為自己是洋人 見人看戲要中文字幕 就搞歧視的疑英皇友 話說這兩年有大批皇友移居到英國 當中還有些英文水平不是那麼高 OK 慢慢學咯 最緊要不要每次說不定就回香港 日前有位疑英人士出post 說自己裝了Netflix 但只得英文字幕 問人怎樣教中文字幕 不懂的東西上網問很正常 不過而英人士當中太多黑暴黃衛兵 他們什麼都要批鬥 那樓主就慘了 有黃衛兵問為何一定要中文字幕 還叫他回香港勉強沒有幸福 又有人說英文都學不懂你怎樣做英國人 有一大班衝出來叫樓主學英文 又說入鄉隨俗 英文字幕都不懂得看 學什麼人去英國 有個更衰得說 看中文不如回大灣區 畢竟都是宜英自己有 用不需要把口這麼賤 還有大灣區很多專才精通外語 不像那些黃友那麼膚淺 眼光那麼俠藝 幸好也有些沒那麼無量的黃友 幫樓主串回黃衛兵 他們說看電視都叫人入鄉隨俗 看愛情動作片不用看日本妹 看回英國人 又說得對 黃衛兵說到英國樣樣好 就什麼都用英國的東西 其他國家的東西不適合他們用的 順帶一提 在討論區裡面 以上的留言全部都是用中文的 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笑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HKG報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 謝謝大家